而无业男将大便投油桶 只为疏压 日本慈城县长路太田市 有一名51岁男子 应将排泄物投进油桶 而被警方以违反油变法的嫌疑逮捕 该无业男子基于某些理由 心理上累积了极大压力 因此他准备了装着排泄物的袋子 并在9月2日 将袋子投进了室内油桶 油桶及里面的邮件 都被这件污物给弄脏了 之后警察接到邮局的通报 于是开始搜查 借由解析监视摄影机的影像等方法 警察顺利查出男子身份 被捕男子表示 其动机是为了疏解压力 承认犯刑 此外 在8月31日 也发生过同样的事件 男子也共称是他犯下的 男子也无论 emergen 议